我来自杰克 在杰克读大学时就选了中文系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想着有一天能来到中国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厦门的时候 是2015年的秋天 我来到夏大读翻译专业的研究生 那时候一些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 也会感到孤单 为了更好地短练自己和帮助别人 我参加了很多志愿者活动 慢慢地我发现厦门是座非常都头的一个城市 厦门人的生活节奏很慢 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很有耐心 他们也很愿意花时间听你的故事 和你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也会分享自己的故事 通过这些活动 我认识到了很多好朋友 也提高我中文水平 我来的两个人 来啦 你来了 你来吧 你来我来买点菜 我感觉我们今天有新菜到店里面了 沙波瑋是我在厦门的家 这里原来是个小语村 有很地道的老厦门的文化 一直留在这里 很有生活的气息 有时候就像我在杰克的老家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想来一个咖啡厅看书 但是那个时候关门 结果老板娘知道后 就直接给了我门口的密码 让我自己进去 说要喝什么自己拿 装张给他就可以了 我当时觉得这种感觉也太舒服了吧 就像去朋友家一样 有个时间我们去看他吧 就和潘威廉教授说的一样 这是一座不见外的城市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经常来关门市区做志愿职 2018年毕业后 我也很荣幸地留在这里继续工作 这是厦门境外人员 居住最低重的社区之一 当时我其实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怎么准备工作签证等的收续 序列就像我姐姐一样 配置我一步一步走完这个流程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外国人和我一样 都不太清楚办理的流程 于是我们经历低下来整个流程 经过两年的准备 我们发布了外国人才来下工作生活的指导收册 里面包括外国人来厦门 定据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可以说是一本百可全书 而谁能想到这一开始 这是一个简单的文件和草稿呢 我为我们团队感到非常骄傲和慈好 也希望将来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厦门的爱和温暖 在一间清醒的城 认识到世界与自己 留下一生